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戰車出來了 末期的時候戰車出來了 戰車裡面是要帶什麼你知道 帶鴿子 戰車帶鴿子 對啊 他要傳遞信號啊 傳遞情報啊 那個時候沒有無限電 他怎麼 他要帶鴿子啊 拿破仁的身高不高嘛 所以拿破仁在所謂的勇武的方面 他當然跟不上這些高頭大馬的人嘛 所以拿破仁他的三角函數算得非常好 所以他在指揮砲兵 他的砲擊角度抓得很準嘛 所以一直以來拿破仁的戰術就是 砲兵先砲擊 砲擊對方的陣地嘛 以前打仗是陣地戰嘛 OK 砲兵打完之後呢 既兵衝刺嘛 OK然後最後步兵就開始撞了嘛 軍隊最痛苦的大概就是遇到高莊簡 然後高莊簡呢 基本上大家都在粉飾太平 都在造假嘛 你的師父要退伍之前 會交一張藏寶圖給你 那個子彈不夠 你就去哪裡挖 啊如果子彈太多咧 你就埋在那邊 好啊到時候呢 下一屆 一樣就一直交接下去 一直交接下去 真的有這種情況嗎 的確有 那你那時候對軍中你有遇到 一定有 如果實在是上千輛的戰車能發揮什麼樣的戰鬥力 就現今世界坦克的標準 非常的微弱啦 現代坦克的世界坦克的水準來看台灣的戰車 我們的值不夠 我們的量沒辦法支撐這個值 為什麼你的照片被這樣弄了兩千多個帳號 兩千多其實是一年而已 一年就弄了兩千多 現在只要到我們一個成立的反詐騙社團 你去看每天都有不斷的新的東西進來